介绍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 嘉义市政府在昂明会市长的领导以及市市下 这些推动物质下最多建设 国前有分级公望以及永和接触 第25标的港亭时间当中 在89标的港亭也在15号开工 时间的既停990天 永和接触完成后有望提升接触率 大概是4.5% 该市政府有友好提升用后接触报纪律 这期向盈建宿政府 有最第一期建设金区 大约43.7亿 182年度 预计接触目标三成功 可以超过第一期建设 总接触1万5千后一半的重要理顶 你配合社会主席 不爱安居 有种好事的建设基点 将会优先这些本案港亭 在这里有水系统 你两栋自贴 预计接触350号 另外 铁楼高极化旗后的 加以火车站 专门站 跟大车站出来 预众的能力系统进来 24号开工时 跟市政府明会也清除 高定主持 并继求工程顺利 如期完成 今天很高兴 来跟我们家伎 跟我们家伎 为了我们家伎的 家伎的污水下水 拿到八九标 今天正式来开工 因为我们家伎的 污水下水道 虽然起步验 但是这几年 开始大波的向前 尤其我们在去年 我们这个行动率 是全国第一名 这代表 我们家伎的 污水下水道的接工 已经进一条 快速行动的一个阶段 我们希望今天 这个工程后 可以加速我们家伎的 这个下水道的接工 让我们市民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文明进步的城市 其实最需要的是一个卫生安全 更重要的污水下水道 是其中建设的一管 这是看不见的一个建设 但是却又很重要 在最近这段期间 我们在西区这方面 我们因为留下水道 在布建 我们的下水道 污水下水道 这个建设 但是也许会影响到交通 或者有一些环境上的影响 谢谢大家的包容跟包含 更重要 更加要感谢 我们在第一次 我们的里长都能够协助沟通 所以我们虽然是起步慢 但是我们用最真实的沟通 跟大家说明 未来建制之后的影响 现在陆陆续续 大家都已经感受到 真的 污水下水道 接管以后 所有的环境 真的是改变太大了 所以大家也看到它的好处 所以我们也希望 透过更多的说明跟沟通 让大家能够了解 那我们忍耐一时的不变 可以建构长期的 长期的一个好环境 那嘉义市呢 我们预计在这八九标 如果完成之后 可以再提升 百分之四点五六%的一个 这样的接管率 那我们也期望呢 不断地在接管当中 早一点达成我们整个好环境 这里的工程范围 以行入小路 及中行路以法 有爱路 小行路一段以南 自由路及有中路以南 替德医塞 包括兴奥利 新处利 保生利 欧比利 中行利 百营利 庆安利 欧亚利 赠幽利 好转利 赛兵利 顶宅利 日市港港町 九百九十天 总经费落于两千五百万 法包港町费 四一九千八百万 社会公算 跟连着说 当头十九三万六千六百二十九公价 只说 佛数台乎四千六百空里乎 日市港港町费 有望提升改市的费工论 大约百分之四点五十二 未来港町费 只说 后的自贴四周水 跟我无浸水 无蜂糖 无草味 减少白蜜蜂的自身 另外水费地 也可以免得水费 改市也中心为一个 专业供向 世代一级的社区 先想到明改市 彩虹 富度 再讲吃和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路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